在去年四月 因为务食老鼠药 送回澳洲休养的交换生肖雷 她的杨姓同居女友 被列为嫌疑人 二月被依重伤害罪 移送北检 案件还在审理 却又传出了暗卫案 在上个月 有一名英国籍的男子 在寻找她的哥哥大卫 而检警调查发现 失联的大卫妻子 正是这一名杨姓女子 并且早在去年一月 就因为中毒身亡 而跟杨姓女子相关的两名外国人 都出现相同的症状 她也再次被约谈 厘清两棋案件是否有关联 去年四月二十四岁 澳洲交换学生孝雷 因务食老鼠药出现血尿 拧血功能失常 住进家户病房 检警侦办后 发现她的杨姓同居女友 说此反复 警方在今年二月 依重伤害罪将她移送北检 不料上个月警方发现 杨姓女子疑似毒杀不止一人 上个月一名英国籍男子 来到台湾寻找哥哥大卫 他说哥哥大卫 十年多前认识了台湾一名女子 两人在英国结婚 前年底跟着妻子回了台湾居住 一年多来 家人联络不上她 都是大嫂戴维回复 状况反常 用罗马拼音 拼出台湾大嫂的名字 警方调查后发现 就是这名杨姓女子 杨小姐已经说你哥哥死了 她刚下台下告 因为她其实当时不知道 他哥哥死了 大卫去年一月 就因身体不适 到台北市松山区 某间一月救治 送医的情况与校雷非常像 但急救后仍学稿不治 怀疑她也是吃到超级 华法林强效老鼠药 诡异的是 杨姓女子没将死讯 告诉家属 也未宜规定通报英国政府 相隔不到三个月 透过交友软体认识 澳洲交换生校雷 两名为国人状况类似 女子被列为重要嫌疑人 根据了解杨姓女子 因校雷中毒案开庭的时候 突然身体不适 开完后又神采奕奕 疑似装柄脱罪 监警搜索了杨姓女子 新北市住处的时候 还发现大卫的骨灰 以及多张信用卡 与杨姓女子有关的外国人 一死一重伤 发生的时间不到三个月 实在可疑 检警不敢大意 扩大侦办 接着王翔邹宗领 台北场合报道